声称掌握巨大优势 足以组建新政府的公正党主席安华 终于在今天早上觐见了国家元首 就像刚刚大家在画面上当中看到的 安华他在离开网工前并没有对现场媒体发言 反倒是在中午时分 公正党通讯主任法米在媒体群组预告 安华下午两点会召开记者会 交代他觐见元首的细节 还声明将会有重大宣布呢 那媒体在接获这项消息之后 马上就转移阵地静候安华出现 在记者会上安华披露 他今天早上兑现了之前的承诺 向元首展示相关的文件 包括了法定声明 以及各党党魁所签署的文件 以向陛下证明他握有稳固的多数支持 安华说 接下来元首将会行使联邦宪法 所赋予陛下的斟酌权 去检验这些文件 并且在未来一两天内 召见各政党的党魁们 聆听他们的意见 才会做出最后裁定 那安华因此呼吁 给元首足够的空间和时间 考量当前的局势 再做判断 那安华这番话就意味着 球现在已经踢到元首的脚下 到底安华能不能够议员 他期盼了大半辈子的首相大梦 元首这一关 真的很关键啊 上个月公告天下 称已经凑够人头 发动反政变的公正党主席安华 时隔20天后 今天重返吉隆坡 美丽店酒店召开记者会 交代他早上 敬见元首的细节 在短短15分钟的记者会中 安华始终没有揭开手中的底牌 公开到底是谁 力挺他认相 只表明 目前获得超过120名国会议员的支持 除了强调物有稳固的多数支持 安华也重申 他坚信由慕尤丁所领导的国盟政府 已经倒台 而且还很大方的向慕尤丁 伸出了橄榄值 除了愿意不计前嫌 和慕尤丁合作之外 在被问到 是否会愿意接纳敦马派戏时 安华也同样没有把话说死 称虽然两人没有直接联系 但不排除任何合作的可能性 今年二月份的喜来登政变 让安华再一次跟首相宝座擦肩而过 如今再一次向首相大卫发起冲击的安华 在通往权力巅峰的路上 并没有抗拒跟任何一位国会议员 合作的可能性 那除了愿意跟慕尤丁 还有敦马合作之外 他在今天的记者会上 也没有明确的 向那一些官司产生的 巫统法庭帮的歪兵们说不 安华强调 新政府不会涉及个人的政治议程 并且会落实体制改革 司法独立 以及遵循法治 而当事人也必须接受司法审讯 以及司法独立的原则 同时安华也严重否认 跟被那些提控的议员达成了协议 来换取他们支持这样的指控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